圣主保护我 祂使我自由生活 祂救了我 因为祂喜欢我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神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的读经义是 从德顺篇 德顺篇告诉 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要到圣殿 应该是告诉那时候的犹太人 要到圣殿 不要空手而来 应该带一些的祭物到圣殿 要奉献给天主 第二个 要做奉献 应该有慷慨的奉献 第三 在奉献的时候 以愉悦的心情 高兴的心情 去奉献 那我们现在到教会 我们不一定要带一些的外在可看到的 做奉献 但是我们应该以慷慨 愉悦的心 来到教会 到教堂 把我们的每一天的 所过的生活 我们的一切 奉献于天主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 同真 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推炼我们 顺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但愿世俱的 变的演变 都遵照你 正义与和平的计划迈进 并使你的教会 不受任何干扰 常能欢欣 鼓务地 侍奉你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 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 其圣神 永生 永亡 阿们 公读德训篇 遵守法律 便是增多祭献 坚守 借命 便是奉献 和平祭 感恩 便是奉献 上等的面粉 施舍 便是奉献 赞美祭 远离邪恶 就是乐乐上主 逃避不易 便是赎罪祭 不要空手 到上主面前去 因为这一切 为了诫命 都应当执行 一人的献仪 是祭坛 丰盈 他的心香 上升到 至高者面前 一人的祭品 必蒙悦纳 上主 常记得他 绝不会忘记 你光荣 上主 要慷慨 不要另习 你手中 所献的 出手之果 你献祭时 要喜行余色 奉献 十一之物时 也要高兴 按照至高者 所赐给你的 奉献给他 依照你手中 所得的 慷慨 奉献给他 因为报答 世人的上主 必要报答你 七倍 你不要行贿赂 因为他 绝不会接受 你不要依靠 不义的祭品 因为上主 是审判者 绝不看情面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你们给我 造极 我的圣名 就是那以牺牲 与我立盟的人 诸天 要宣布 天主的正义 因为法官 就是天主自己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我的百姓 请听 我要发言 以色列 我要控告你 我是天主 是你的天主 我并不应 你的祭宪 而责备你 因为 你不断 向我奉献 全番祭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你要向天主 奉上赞颂的祭宪 向至高者 还你所许的誓愿 谁侍奉赞颂之计 就是光荣我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谁行为正直 我必拯救他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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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引导我踏上坦途 免遭敌手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度圣马古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伯德对耶稣说 请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而且跟随了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为了我和福音 而舍弃房屋 兄弟姐妹母亲父亲 儿女或田地的 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 在今世得到房屋 兄弟姐妹母亲 儿女田地 也包括迫害 再来世还要获得永生 然而许多在先的 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 要成为在先的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 大家平安 在今天的福音 是门徒们 他们来到耶稣跟前 他们就说 我们放弃了一切 我们来跟随你 后面他没有 他们没有继续说话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放弃了一切 我们来跟随了你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在今天的福音的前面 应该是昨天 本来是要读的 但是昨天是我们纪念 荣福童贞 玛利亚教会之母 所以我们是没有读 昨天的福音 那昨天的福音 是有一个富翁 一个年轻人 他非常非常的有钱 所以他就来到耶稣跟前 问耶稣说 我应该做什么 才得到永生呢 那耶稣就跟他讲 说世界 耶稣提了一个一个的 世界里面 你知道这些吗 那这个年轻人 他就说 我早就把世界 放在我的生活中 我应该没问题 那耶稣就跟他讲 好 你还有一件事你要做 你要去变卖 你所有的一切 以后呢 你就来跟随我 你去变卖一切 来跟随我 那这个年轻人 有钱的年轻人 他忧愁起来 就离开了 难过的离开了 福音就告诉我们 是因为他是非常富有的 那耶稣就后来就跟他们讲了 他说有钱人要进入天国 这是非常非常的难 还不如一个骆驼进入正空 正眼 是比较容易 所以门徒们 一听到了耶稣这样的讲 他们就问 应该是很惊讶的 问 好 我们把一切放弃了 我们来跟随了你 那怎么办 为门徒们 耶稣所讲的 这个是一个 一个很大的问号 犹太人 他们所知道的 如果一个人 他有很多的财产 那这个是一个 一个外在的 一个记号 就是说天主 特别祝福这个人 如果天主祝福一个人 他就是有 拥有很多 很多的财产 有很多的子女 但是在今天 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 你把你所有的财产 变卖出去 好像你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穷人 你来跟随我 为门徒们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 那门徒们他们就问 我们已经做到了 这个年轻人 他没办法做到 他的财产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 我们来跟随了你 我们会得到什么 耶稣就讲的 你们如果为了我和福音的缘故 放弃了这一切 你们会得到百倍 你们会得到百倍 你们不是白白的放弃 但是你们会 会更多的接受 那这个的 耶稣所讲的 刚才 在我们的生活上 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上 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证实 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 我们所得到的 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 是不一样 我们得到的可能是会更多 更多 我们得到的平安 我们得到的祝福 我们得到的喜乐 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教友 他以前还没有领洗的时候 就是在家 除了他自己家人 他也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人 可以在那边陪伴他的 但是他领洗之后 他多了他的世界 的那个空间就多了 教会的那个生活 有参加教会的活动 也发现 这个教会带给他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的喜乐 他所放弃的 他得到的更多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做神父 做修女 有的时候 我们会有抱怨 哎呦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切 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有发怨 有贫穷怨 我们什么都没有 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脸可能就变了 好像是很可怜的样子 但是我们应该说的 我 不是说 因为我放弃了一切 我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说 我已经找到了 我放下了 我放下了以前的 不需要的 现在呢 我得到的更多的 就是天主的祝福 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恩宠 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得到百倍的上报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仿样 终身侍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籍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尸 欺恩的安慰者圣神 进入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阿是道路 是我寻找的归宿 阿是真理 我宣服他之意 阿是生命 奉生满意 有福尽 阿是基督 救赎世间 宾主 阿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